今天我們要講的另外一個的主題就是跟上次的很接近 就是這一次是要介紹 finery number 的其他運算 就是再講多一點 那大家有沒有回去做我說的作業 就是要去寫python 的那個線上程式 線上做 然後有人做完第一關了嗎 可不可以舉著手 大概有一半了吧 那你要是有做完的話 我到時候打分數不是有一個就是要寫那個嗎 所以你就去把你做完以後 然後應該會有一些可以分享到Facebook或是怎樣的東西 你把它照片把它弄下來 然後就給我看那個我就知道你做完了 反正你想一個辦法讓我證明你證明那個逆行做完這樣 那還沒做的話要趕快做 不然你到時候會越累積越多 那我上課在講什麼可能都聽不懂 像我今天就會講到一點點就是 用python來做這個二進位的轉換 那如果你已經有上去寫一下 你大概知道 那種有一個一串英文字 然後後面加了一個括號 就會是一個函數 比如說有一個是print對不對 如果你是寫print括號 然後裡面一個東西 那你就會把裡面東西印出來 那這邊 這邊這個int的意思就是 integer 這個 integer的意思就是整數嘛 所以這個函數你可以把它想成是 它會傳了兩個變數進來 然後大家知道函數是什麼嗎 不知道舉個什麼好不好 講一下 有人不知道我就講 沒有人不知道我就進去講下去 所以函數就是 它會傳一些東西進去 那以這個來說它就傳了兩個東西 第一個是1000 然後有加兩個點的這個包起來是自串 對不對 我有講過 在網路上的那個影片 所以有這個自串包起來 有這兩個點包起來它就是一個自串 所以這是100的這個文字 然後這邊呢 這個2就是把它當成二進位來看 所以int然後1006.2 就是把100然後當成二進位來看 那你要把它轉成整數 所以這個東西我打完以後 會有什麼輸出 你把100當成二進位 然後變成十進位的話 它會是多少 多少 8對 8嘛 這一個應該就會是8 那這一個呢 如果你把這個要怎麼解釋 這是不是把100當成十進位來看 所以這個答案會是什麼 1000 1000 對 就是把它當十進位就好 那這一個呢 bin就是binary的意思 然後這邊這個10就是一般的整數 因為它沒有旁邊加了兩個 兩個一 它有把它刮起來 所以它不是一個文字 它就是一個數字而已 所以這個會變什麼 1010 就是它這個是8嘛對不對 所以這邊再加2的話就是10 所以這是101 那16進位勒 16進位是從什麼到什麼 從0123456789然後 然後是ABCDEF對不對 所以10是對應到 9是對應到9 10是對應到A 對 所以在這邊這個 這個就會是A 10就是那個16進位裡面的A 那這一個呢 最後這個 int 然後 做這件事 可以參考一下右邊這個 可以參考一下右邊這個 這個是1的logX 然後它會等於X 跟這個是不是有點像 你是把 你是把這個 Binary這個數字把它 你先把10轉換成2進位對不對 然後再把這個2進位的東西 用 當成2進位來看 然後再把它轉成 10進位的整數 對 所以這是 就好像這個 你把這個東西帶來帶去 最後還是它原本的字 然後這個 你可以自己回去試試看其他 這個那個東西 那這邊就是 簡單用Python來做這個 數字的轉化就是這樣子 那 剛才我們 我們從以前到現在講的都是 只有一個數字在那邊 翻來翻去嘛 那現在如果是兩個數字要相加的話 這個加法其實跟10進位很像 就是 只是它進位的條件不一樣 0加1是1 然後1加1的話 就 就變2嘛 所以2就要進位 2進位 所以2就會進位 整個這邊就會寫一個1對不對 然後這邊就是變1加1 然後這邊又進位 所以在這邊又是1 可以嗎 這個 應該很簡單 所以最後會變成1001 所以這個數字 上面這是多少 這是8加4加2 所以這個是14 然後下面這個是3 所以這是17嘛 所以下面這個是多少 這是16加1也是17 所以這個2進位和10進位是可以互相這樣變來變去 不過2進位表示法有時候會有個問題 就是叫 overflow overflow就是這個圖 就是你那個儀表板在走的時候 如果你的那個儀表板只有四位 只有五位好了 所以你這個轉到最後 走到這個 走到這個時候 是不是再往前走就全部又歸零了 這叫overflow 就翻過來 因為前面已經沒有數字可以來表示了 那在前面這種 比如說我們的格子只有四格的時候 我們前面都是講只有四個格子 或是八個格子對不對 八個格子是八個bit 然後叫一個byte 還記得嗎 然後如果是這種情況的話 你的加法可能就會爆掉 所以以這個 以這個來說 如果這是四個 然後這也是四個 然後最後如果我也只有四個格子可以填 那這個答案的問題就會變成一 因為這裡爆掉 但是我沒有準備一個多的格子給他洗 這個叫overflow 翻過去了 那這個東西要 怎麼解決 如果你格子不夠的話 換進位 蛤 換進位 換進位的方式 可以 但是我希望用二進位的話 對 就下格子就好 所以格子不夠的時候你就要用更多的格子來做 那電腦的話你可能就是要一開始 比如說你用C語言的話 你一開始就要說好我用幾個格子 幾個格子 像這個就是 左邊就是C語言 然後右邊是python 然後就是我這邊會做一個實驗 這邊這個實驗是說 我這邊有個整數啊 整數就是一個 就是可以用二進位來表示一個整數對不對 然後這個 在這裡 這個語言裡面它預設就是四個byte 所以是幾個bit 32個對不對 一個byte是八個bit 所以這個四個byte就是32bit這麼長 所以 我這個程式它會一直執行這件事情 就是把這個數字印出來 然後印完以後我再把它加 加一千 每次都加一千 所以這個程式它走走走 會走到一個程度 走到某一個值的時候它就會爆掉 因為它 它已經被加到超過了 那右邊這個是python的程式 然後我一樣一開始先把 有一個東西叫i 然後讓它變0 然後接下來它也是會一直執行下面這件事情 它會先把i印出來 然後每次都把i的值再加一千 所以i的值會是 一開始是0對不對 然後這裡走完一遍以後它就變一千 然後下次再回來的時候它就會變兩千 一直這樣加加加加上去 那我們執行一下那個程式 然後我這個程式我已經稍微改過了 我把它改成那個 我把它改成就是它只有16個格子 所以你會比較看到它那個爆掉的 爆掉會比較快就爆掉 你看它這個值在加的過程就會是 它會是慢慢的 因為它每次都是加1點加1 這個改成加1 不是加以前 這個 我剛剛才改過了 所以它每次的值都會比前面的 下面那一個 因為它印的時候是一個一個印嘛 所以印出一個就會把它上 一直往 把東西往上推 所以印完這也會不會印這個 印完這個以後再印下面這樣往下印 所以每次印下一個新的時候 它值就會越來越大 那這個東西因為它太多了 所以我把它先複製到記事本裡面來看 所以你看這個程式一開始會印1 然後往2、3、4、5、6、7、8這樣一直往下印 然後到3、2、7、6、8的時候會爆掉 因為它只有16個bit 2的16次方就是大概那個數字 這裡 它到這個3、2、7、6、7的時候 它就爆掉了 所以它會翻過來 那這邊會變成複數的原因是另外一個 就是等一下我們會講為什麼是複數 不是正的 如果是正的話 就是不管這個複的話 它其實會變3、2、7、6、8 然後3、2、7、6、9 然後一直到6、5、3、6的時候才會變0 這邊不是很重要 因為你們以後不會用C來寫成C 但是你要知道 就是有時候會出這種 怎麼莫名其妙正的書 變一個複的數字的時候 它可能是爆掉了 或者是一個數字一直加一直加什麼 它越加越小 那也可能是它爆掉 就是超過它表示的那個格子 那如果是Python的話 它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它會自己去處理 它會自己處理說 這個數字要花多少的bit來表示 這個是Python的那個程式 剛剛那一個 所以我 這個是一開始i是0 然後 只要條件是true 所以這永遠都會一直執行下去 然後它就會把i的執行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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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訂完以後就把i加1000 然後我們現在執行它 它這個值就會一直往上一直漲 然後它不會爆掉 它會 它要幾位就可以幾位 Python它的好處 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好處 它不需要去管那些數字要怎麼表示 就是 就用就對了 這也是一個 就是我說為什麼要教Python 因為它 就是比較 比較符合你的嘗試 它不像c 會有一些慕名其妙的情況 那我們剛才講的都是正數的情況 然後我那個程式不小心寫了 有複數的情況 那我們現在想一下就是 如果現在只有複數 欸 要開始考慮複數的話 那你要怎麼表示一個複數 10進位要表示複數 是怎麼表示的 對前面加一個複好笑 那 二進位怎麼表示 先 先不管它 我們先想一個問題 10進位複數是什麼定義的 複10是什麼東西 或是複4是什麼東西 複0.3是什麼東西 複0.3是什麼東西 這數字的定義是這樣啦 就是你定義-10其實就是負的那個東西加上10 加上10 然後定義-10的話就是10的 就是-10是加上10以後會等於0的那個東西 那個東西就是-10 然後-6也是一樣 它加上6就要等於0 所以這個東西-6的定義就是那樣子 然後-0.3也是這樣 所以一個東西的負數 某個數字x 然後-x的定義就是-x加上x要等於0 可以嗎 加上那個東西的負號就要等於0 所以二進位的方法也是很類似 它希望有一個數字 你想要找它的負數的時候 你要找到另外一個二進位的表示法 然後和它相加 相加以後等於0 那你找到的那個表示法它就是那個數字的負數 可以嗎 那我們舉一個例子 以這邊來說 我們現在只要用三個bit就好了 然後最左邊這一個不要看 先不要管最左邊 然後你只要管右邊這兩個好了 這兩個是不是0 00然後這邊是0 然後這是1 這個是2 這是3 然後如果你現在有一個數字是 我現在重新定義就是說 呃 你說-1是什麼 我想要找-1 假設現在只有三個bit 所以你要是一直做加法的時候 跑到第四個bit的話 就是overflow 它就會消失了 可以嗎 可以嗎 所以 所以你看這個如果是-1是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你把-111 然後加上001 就會變10000 對嗎 111加001 蛤? 10000 對 但是第一個1是 假設第一個還活著的話 就是10000對不對 對 然後但是那個最左邊那個會不會 它會不見 因為它我們現在只有三個格子 所以這-2 2也是這樣 就是如果你找到一個東西是110 然後 你給它把這兩個相加 它也會變成10000 但是最左邊那個1它 跑出去那個三個格子之外 所以它 這個東西就可以把它叫做-2 因為它加上這一個會等於0 所以這個就是-2的binary notation 那這個也是一樣啊 -3 然後會去加這個 那它就會變成 也是變成10000 我沒算 但是可以猜得出來應該是這樣 那-4欸 -4如果加上0會是什麼 如果是000加100 還是 對啦 還是一樣嗎 那如果-4加這個呢 就是變成101 然後101就是-3 對不對 然後你隨便挑兩個來加加看 只要是那個沒有overflow的話 都會是很合理的 比如說這個100加010 變成110 然後就是-4加2 這邊-2 所以這邊 你會可以用觀察方法 發現說 這個最左邊這個東西啊 就是如果你 只要 我現在有三個bit 然後保留最左邊一個的話 那最左邊那個就可以當成是正符號 如果它是1的話 代表那個數是負的 但是負多少你要看右邊來決定 這邊 有沒有問題 然後 然後 蛤 單看110 你說這個嗎 為什麼它是負2 為什麼不是6 因為我們現在規定最左邊不要拿來看 最左邊當成那個正符號 對那個要是說 如果是在C語言的話 這個就會有兩種 一個叫做 有符號的 我用打的好了 這個是 沒有正符號的 然後一個是 這個有符號 所以這個如果是沒有正符號的話 就是它所有的bit都拿來表示數字 所以是如果是 unsigned 然後 欸 比如說 一個byte 所以我現在有一個byte的位 假設我現在一個byte就是八個bit 然後但是它是屬於這種 沒有正符號的話 那它的範圍是多少 這是我們上次討論過的 對 就是二進位 對 就是0到 255 對不對 因為在256的時候就爆掉了 所以它一爆掉又回到0 所以它是0123 然後255 然後再又回到0 所以onsign會是這樣 那如果是sign的話 它也可以只用一個byte 來表示 那如果這個是sign 就是有符號的話 它就會是 多少到多少 應該是會是 負的一個數 然後一直到正的一個數 對不對 你想想看剛才那一個是 負4到3 對不對 剛才那一個 剛才那張頭影片的 右上角是負4 然後最大的是左下角 是3 所以如果是 剛才那個是有 3個bit來表示 對不對 所以現在這個會是多少 對 我今天沒有帶那個 獎品來 下次補給你 然後你要想 就是你去檢檢看 就是 像那個是8個bit 對不對 所以負的 剛剛我們說是 負128到正的127 所以正127到負的128 這個數字也是有256種 對吧 然後如果是 上面這個 有onsign 沒有正負號的話 是0到25 所以也是25到0 這也是有256種可能 所以你只是把一半的可能性 拿來表示負數而已 但是你做這件事情 你可以表示的正數也 跟得少一半 正負數就是這樣 這樣的表示 就是你花掉一個 其中一個位元 來表示正負號 那這邊你可以去看一下 這種表示法叫做 tooth complement 就是2的補數 那這邊是說 這頁的投影片是在幹嘛 我就是 直接再換一個 我們再換一個範例 就是 如果現在有4個bit的話 那我們想要 直接去算負6是多少 所以 負6 不是現在一開始想 可能沒辦法直接想到嗎 所以我們要先找6對不對 先把它正的那個找出來 然後再從定義 就是那個負6 加上正6要等於0 可以嗎 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這樣 所以 先把6找出來 6的二進位表示法是 0110 所以就變成什麼東西 加上0110等於0 1010 你怎麼知道 用臭的嗎 還是 就可以 應該很快就可以知道 這邊一定要是0對不對 然後你要 最左邊 最右邊這個是要0 所以最後才會是0啊 然後這個要讓它變0的話 這裡就要是1 才能把它進位 然後這邊 因為剛剛進位了 所以這裡又 不用進位 所以這是0 那這邊剛才有進位一次 所以這邊要再補個1 讓它爆掉 所以這個是101 那這種做法是一個 那有一個很特別的做法 叫做 這我不知道叫什麼做法 就是 這個做法是先把所有的bit都翻過來 我們用一樣的例子喔 就是 今天要找-6是等於多少 然後這個做法要分兩步 這就是演算法的一種 你告訴你有一個輸入 輸入是一個數字 然後輸出是那個數字的 負的那個 負的它 這是一個演算法 可以嗎 然後演算法的內容是什麼 剛剛講的 輸入輸出嘛對不對 所以你接下來 定義 演算法要怎麼算 才能把它算出來 那這個做的事情就兩件 第一個是要把所有的bit都翻過來 所以0會變成1 1會變成0 那0變成1 1變成0的話 會變什麼 是不是變 1001 對吧 所以就是把所有bit都翻過來 就變這樣 然後最後 第二步要把它來加1 所以就 這個東西再給它加1 變1010 然後這個東西就是答案 然後你去試試看其他bit多一點 也會是這樣 這很有趣 當然這個是有原因的 然後原因是什麼 你就要去看這個 這個網站會講 那考試的話 看你要用這種方法做 或者是 你要用那個硬湊的也可以 反正你只要湊出那個是輸出就好 那如果是減法要怎麼做 剛才說的是加法對不對 加法就是很簡單嘛 加起來就好 那減法呢 比如說我要做2-3 3 或是3-2 3-2 3-2 對 加一個負的就好 所以 你要加一個負數的話 比如說4-6的話 就是 4加負6 然後4加負6 是不是變成 4是這樣 然後負6是這樣 負6我們剛剛有算 1010 所以這兩個加起來會變成 1110 但是我們現在這個用法 還記得就是 最左邊是拿來表示正符號 所以最左邊就拿來當正符號用 所以右邊這個變成110 那110是什麼東西 你就要再把它翻過來 因為它是負的啊對不對 你現在是在負的那個空間裡面 所以你要再把它轉成那個正的 再變成實境位前面加符號 所以一樣 就是把這個東西再把它 這個bit全部翻過來 所以這個bit翻過來就變成 0001 對不對 1110翻過來變成0001 然後0001再加1 所以這個變成0010 但是剛好我們說這個是負的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變成負2 正負號就是這樣做 那一樣你考試的時候就是 你可以自己先驗算一下 到底你要拿出來的bit是怎麼樣 自己想辦法 這以後你們應該也用不到啊 就是講一下而已 那 剛才說的都是整數 然後也講到負數了嘛 那還有一個是小數 小數有兩種表示法 第一個叫 IEEE的floating number 然後第二種是 就是傳統的那種鞋法 我們先講第二種 第二個你可以猜一下 這是什麼意思嗎 小數點左邊應該大家都知道了 是9對不對 然後右邊呢 嗯 要把它猜一下 這個 這邊要不要吃 這邊要不要吃 右邊會是什麼 這邊要不要吃 真的要不要吃 什麼 這邊要不要吃 也要用 來了 這邊要不要吃 這邊要不要吃 。 還記得我們之前說那個要怎麼樣 就是1100這樣看到嗎 不清楚 1100的意思是什麼 是2的3次方然後2的2次方 2的1次方2的0次方 然後所以這有1的話就會是2的3次加2的平方 所以是2對不對 然後如果你現在後面有點的話會變什麼 對2的-1然後2的-2 2的-3 所以剛剛那個答案會是什麼 16和13 就是把後面那些配上那個 對就是要配上這些該有的數字 然後加起來 所以2的浮點數就會變成那樣子 所以這個會有一個 也是會有一個實境位表示法 其實這個每一個1101 它代表的數字不是0.1 0.01 它代表的是1 2 4 然後1 8這樣一直下來 好那另外一種表示法是叫這個浮點數 那會用這個表示法的原因是因為 你下面這個東西 那個小數點很難控制 你要有一個辦法去告訴它說 我這32位元的數字 裡面的小數點在第幾位 所以你可能會畫掉一些五位的 資訊的格子來表示那個點在哪裡 所以後來就定義了一個叫這個 IEEE的浮點數 那現在舉出來這個是用32個bit 就是4個byte來表示一個浮點數 浮點數就是小數 所以這個表示法就是 這跟前面的很像 第一個是它的正負號 是0的話就是正 然後是1就是負數 然後 然後 再接下來會有8個bit 這8個bit是表示次方 就是2的幾次方 那不是單純的2的幾次方而已 它是 這個東西算出來以後 然後要扣掉127 這是定義而已 就是 這個是多少 可以馬上算出來 2的 我用那個偷算好了 我用那個偷算好了 124嗎對不對 所以 用這個就很方便 所以 這個是124 然後要 用那個 127去扣掉它 所以它是 多少 3 所以這 最會有一個2的3次方的 那個 指數 就是你最後要乘上2的3次方 然後小數部分也是這樣 小數部分 右邊那個粉紅色 就有點像是你在寫科學記號 那個一點多少 一點多少 的那一串東西 所以 這個東西 它 它 也可以是這樣 就是 0.77 所以 這個是 這是 0.25 對不對 因為 這邊是 那個啊 2分之1 然後 4分之1 這是0.25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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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要乘一下 欸 就我忘記了 我看一下好了 直接看這個來講 欸 所以這邊剛剛我們說的 這邊有一個 2的-3次方 對不對 是在這裡 然後這邊的定義 我剛剛講錯了 應該是這個 會是1 就是最前面會有一個1開頭的 然後 然後 我們剛剛不是說那個是0.25嗎 所以是1加上 後面的那一串東西 所以是1加上 後面這一串 然後這一串 然後這一串是那個粉紅色的那一串東西 的 實境位表示的數字 而且剛剛那邊是 算出來會是0.25 所以 總共的值會是 這個 1.25 然後乘上那個 指數的部分 所以就是 0.15 這樣 這個我不會考 就是 你知道了 這回事就好啦 然後一樣 你在用Python的話 你就是直接打 那個小數 你就把它 x等於1.25 就好 你都不用管它二進 或是長什麼樣子 你就照 你就照你所想像而用 應該就不會有問題 那 有做Python的話 應該知道它會有 不一樣的 資料型 對不對 應該有一個是 整數嗎 然後還有 Float 還有 Stream 對不對 有印象嗎 至串 然後 浮點數 還有整數 它有很多 然後但是跟這種 比較基本的就是這三個 所以沒有做的要趕快去做一下 最後我們講的是這個 十六 十六進位 那 十六進位我們前面講一下 就是十的話就對到A 然後 十一就對到B 用十六進位的好處是什麼 為什麼要用十六進位 為什麼要用十六進位 可以拿太大的說明 用四個簡單 少一點 就是好記 你要是看到很多0011的話 你不好記 但是如果你是記這個 60F3A8 9E 還比較有點機會把它記下來 所以十六進位 主要就是為了表示方便 不要 因為我們是人 我們不是電腦 我們不需要用0011來表示 那些東西 所以就是這樣子 十六進位 只是為了這件事而已 然後我等一下 秀一個東西給大家看 可以幫我把燈關掉嗎 可以把燈關掉嗎 還是不能這樣 可以把燈關掉 然後再白燈關掉 沒有很多 是否很高的 不太高的 我做了很高的 我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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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深度的那個硬體 所以他拍到的東西是每個人的那個 跟這台機器的距離是多少 所以你的顏色要是不是越 比如說他這個比較近 很近的話就會是很紅的 這是他的腳 然後如果是很遠的話就會是那個比較冷的顏色 那你可以把手舉起來 你舉高一點應該就會看到你的那個動作 那電腦他可以利用你的這個動作來判斷你現在 他不會用那個RGB很像 他就單純靠這些資訊他可以判斷你現在在做什麼動作 然後其實他現在都有發射那個紅外線 只是我們眼睛看不到 有辦法再關暗一點嗎 因為現在這個太陽也有紅外線 所以 不給我看 就如果在我這個螢幕是看得到的 就是 嗯 什麼好方法讓大家看到 等一下我再看一下有沒有其他人 可以用 就是 這個 為什麼 是 我要 我 我 谢谢观看